今天是超商第一波预购三倍券的最后一天了 不过因为呢 指本的预购相当的踊跃 所以经济部是紧急宣布加开一轮 就是8号到12号 至于偏乡地区的民众 邮局也表示将会以个案来处理 可能会请当地的村里长来帮忙带领 而随着上路的倒数计时 实体三倍券也陆续的送到了各地邮局 上路倒数计时 载了三倍券的大社陆续配送 16万份指本券也运到花莲 因应可能出现了排队人潮 花莲邮局这几天已经搭好帐篷 好让乡亲安心排队 三倍券7月1号起开放指本预购 以及数位绑定 7号是超商第一波预购的最后一天 累计预购总人数达到699万 9天447人 其中指北三倍券人数更高达573万2390人 指本远远超量下 经济部紧急宣布加开一轮 8号启动 像是统一超商和第一轮预购类似 拿铁第二杯半价 星巴克兑换美式 则是14号请要兑换 还有100元购物金 全家平购物券就能想先程清茶 拿铁39元优惠价 追领券时再拥有美式拿铁 买一送一 以及大户屋双人套餐优惠券 莱尔负责是会员条码 可累计30点 还能抽苹果电脑 OK超商和第一轮一样 由美式买一杯 送三颗茶叶蛋 拿铁田桶跟水 买一送一 管卡绑定或者是 就完全用现金 就完全用现金 为什么 为什么会用现金 我觉得比较单纯 有保障 不过偏远地区 不是没有邮局 就是点少 买三倍券不方便 中华邮政也表示 这类情形会以个案处理 可统一邮金认证的村里长等人 协助当地居民购券 三倍券上路在即 超商把握最后冲刺 邮局也全面备战 东森新闻 陈云涵 郑世新 在台北花莲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